记录一下,下班后开启,和闺蜜的独处模式,出发来吃购,到地儿了啊,这次我们以玩为足以吃为福,因为我们是大龄儿童,玩之前荡言要先干饭,银是铁,饭是港,一顿不吃饿的荒呢,开始奔赴下一个干饭地点,既然储了一趟,怎能不吃点花甲呢? 眼前是一份焦脂豆腐,对于我俩这类不吃香菜行人来说,捡香菜已经成为了饭前一世,还有我们出门必吃的花甲,先来一块麻辣味的焦脂豆腐,哎呀,麻呀,真香,再来一口花甲,哎呀,我弟弟啊,这也太好吃了。 感觉没吃过瘾,又来了一份烤虾滑 果然,撇掉香葱的虾滑,更符合我的气质,一个词都要试试 抓娃娃鸡这种东西,就像抽烟一样,虽然我们早已知道它是智商费,但还是捂不住自己的父母,哎呀,这就是我自己的错,绝不找借口,去把自己的错说得那么理晴的。 我开始发力了,找准位置,找准时机,趁这个爪子不注意,修的一下,没关系,这都是小场面,让大家见识见识,什么才是我眼中真正的大场面。 王子灭尸,算了,还是来打气球。 打气球拼技术,打得好也能换毛俑碗,更是我童年的回忆。 在我的印象中,喜欢抢的都是男孩子,我倒也不在乎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,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。 我还清楚地记得,小的时候两块钱可以打二十发子弹,现在却是二十块钱打三十发子弹。 不得不感叹,物价就像我,石榴一下子上去。 看我这惊讶的小表情,想必大家肯定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。 那我们就倒放一下。 注意看气球,现场给大家演示。 三,二,一,看看什么叫一键双吊。 虽然我俩水平不咋地,但我们还是换到了一只可爱的熊。 最后我们还是没演住,吃了个酸奶水果了。 快乐的一天告一段落,话不多说,上正片。